以你們後期聖徒星期天的教會聚會都在做什麼呢? 我們的教會聚會有兩個階段,特別是一個小時的聖餐聚會和50分鐘的福音課程喔 聖餐聚會是有牧師講到的那一種嗎? 嗯,我們沒有牧師講到,而是有當地的主教來帶領教會 我們會唱詩歌和作吉導,作為聚會的開始 接著我們會唱聖餐的詩歌來準備領受聖餐 這個時候會有聖子弟兄為大家祝福和傳遞聖餐 也就是撥好的麵包和分成小杯的水給在場聚會的人 聖餐是聖餐聚會的重點所在 這項教理能讓成員有機會將心思倒上救福和他所做的犧牲 在領受聖餐之後,會有幾位事先邀請好的成員們來演講 演講者會為耶穌基督做見證並分享耶穌基督的福音如何祝福他們的生活 聚會結束的時候會有一位成員來做結束的祈禱 蛤?原來如此? 跟其他教會的聚會真的不太一樣耶 那福音課程是什麼呢? 福音課程又分別為單數週的主日學和雙數週的主制課程 在主日學我們會從這本來跟從我的課本中學習當年的經文主題 像是今年主題為新約 所以主日學課程的教師會帶領大家一起學習新約中的教導 那主制課程是給不同年齡層的課程 分別為給1到11歲兒童的初級會組織 12到18歲的男女青年組織 18歲以上女性的辭職會組織 以及18歲以上男性的丁兒童組織 透過不同的主制課程來用時的福音學習個人的重要職責 嗯,那真的蠻有趣的 沒錯,歡迎你星期天一起和我們來教會看看